在上两个视频里,你已经学习了如何求结果和求变化,那知道了结果和变化,怎么求开始呢?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一多不少求开始。 举个例子,小白和小黑都有一些金币,小白给小黑六个金币后,小白的金币就和小黑一样多了,那最开始小白比小黑多几个呢? 画图呗,开始的情况不知道,所以你只能先画结束状态,也就是小白小黑一样多的状态。 不过这个状态是小白给了小黑六个金币的结果,所以小白是下降六个到了这里,那小白最开始的位置就应该在这里。 同样的,小黑现在的状态是拿了小白六个金币的结果,所以小黑是上升六个到了这里,那他最开始的位置就应该在这里。 从这里到这里就是他俩最开始的差,显然这个差就是6加6得12,所以一开始小白比小黑多12个。 在刚才的例子中,他俩最后的金币一样多,可如果最后的金币不一样多,那又该怎么画图呢? 还是这道题,小白给小黑六个金币后仍然比小黑多4个,那最开始小白比小黑多几个呢? 咱先画最后的状态吧,即小白比小黑多4个。这是小白给了小黑六个的结果,所以小白最开始应该比现在多6个,而小黑最开始应该比现在少6个。 不难看出他俩最开始的差就是4加6加6等于16个,所以一开始小白比小黑多16个。 如果反过来让小黑给小白6个,最后小白比小黑多20个金币,那一开始小白比小黑多几个呢? 同样的,先画最后的状态,小白在上,小黑在下,差为20。 这是小黑给小白6个金币的结果,所以小黑是下降6个到了这里,最开始在这,而小白是上升6个到了这里,最开始在这。 从图中不难看出,他俩最开始的差就是20减去两个6,算算答案得8,所以最开始小白比小黑多8个。 这些就是一多不少求开始的画图分析法,有没有发现这些图和前面两个视频的图长得很像呢? 只不过画图的顺序不一样罢了,在之前的视频里你知道开始的情况,所以先画的就是开始的状态,但在这个视频里你知道的不是开始,而是结果,那就只能先画结果了。 不过,无论你怎么画,表示数量变化的箭头永远都从开始指向结果,这一点你务必牢记。 以上就是一多不少画图方法的总结,怎么样,你明白了吗?如果明白了,就去动手做个题吧。